扯被子這件事情 喔 很可愛 對 我很喜歡 年輕的情侶也好 或是老夫老妻 好像都會在 可能就是有一種小小的調皮倒帶 對 一個情緒或幼稚的行為 對 那麼我覺得很可愛 生活是斜地的傷力 讓我逃離 你替我解開難題 成長有他有為的道理 你 愛人啊 歡迎 半少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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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其實從頭到尾都在講 你成了我好多個神 你是最好的男生 他一直很甜蜜 一直在講很多建構的美好的畫面 如果照著歌詞每一部都 這麼甜蜜 這麼黏黏 然後這麼轟轟烈烈的話 就永遠不會記得我們拍了什麼 所以他就只是營造了第一次相識 跟最後一次失守的見面 然後中間只有拍一個甜蜜的過程而已 其實像今天拍完我也感覺 真的如果你只留下一次 你真的就只會永遠記得那一次 因為太深刻了 而且因為我們今天拍攝了蠻多的橋段 都是一些生活很小的細節 那真的也是因為這些很小很小的細節會 這也是一開始跟Bergie在跟我聊這個劇本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提出了一些想法是 好像都是因為這些很小很小的細節 而對不同的人來說都會產生共鳴 然後比如說有些人是焦華 有些人是很冷然後會扯被子 就是它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是它是日常每天都會發生的 那這個東西也很容易讓觀眾 有一些不同的共鳴 然後也盡到這個故事 你是每天世界重贏了我生活的下心 你成了我好多個誰 你是最好的男人 我所有情人的綜合 你成了我 Bergie有提到一件事情 它希望我也重複一樣它這個動作 就是它拿水給我喝 然後喝一喝我又開始去焦華這樣 這個動作其實就是在反映 以前你做過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兩個人在一起久了會 很多習慣會變得很像 然後你也會不自覺的做跟它一樣的事情 對所以我就做那個淋水的那個動作 我就覺得其實很甜蜜 然後扯被子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 年輕的情侶或是老夫老妻 好像都會在可能就是有一種小小的調皮倒帶 對一個情緒或幼稚的行為 對那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那個畫面就是 如果我是觀眾我看到那個畫面 我會覺得很有共鳴 第二句也是真的